各位线上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正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台湾的法税乱象 共同来监督政府政策要作对 有利于人民 保障人人的基本人权 最近媒体报导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洋善陈恶部 再次公布最新规定 女性不得在没有男性的陪同下 进行长途旅行 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规定 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阿富汗国度 然这样的差异 来自于对人权认知与实践程度的不同 也让人尽信自己没有生活在塔利班政权之下 海湾一直在追求民主与人权的价值 但最近看到媒体陆续报导 行政执行署陈基斐然 屡屡为国家讨债成功 比较特别的是 方辽有一个民众因为积欠营业税 及劳健保费与交通罚还 约30万元 不仅名下财产遭查封 连祖先十二平的私人墓地也遭拍卖 类似新闻还有新北分属 甚至制作家族市豪华系列墓园影片 提供投标者选购 在务人及其共同生活之亲属所必须之衣服 或继承之勋章及其他表彰荣荣誉之物品 4.一项牌位墓碑及其他祭祀礼拜所用之物 5.未与土地分离之天然之息 不能于一个月内收获者 6.尚未发表之发明或著作 7.赋予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 而为防止灾害或确保安全 依法令规定因设备之机械或器具 避难器具及其他物品 从法律条文中 我们看到当初立法者对人民基本生存 教育、名誉、信仰、祭祀、智慧财产等等 人权完整保障 但执行官员不仅视国家立法为无误 甚至还透过媒体发表他们傲人的执行力 真的是令人难以理解他们的心态 由民间团体发起的法税改革联盟 长期关注台湾法税问题 发现台湾税的问题严重且层出不穷 也接过很多民众的层寝 帮税灾户发声打官司 其中有补习班老师吴佩淳 本来想顶下补习班 但后来买卖没有成立 国税局竟然将前老板欠税加罚款 100多万元税单寄给他 公益律师也成税灾户 几度想跳楼 还有科技公司简永松也成了欠税大户 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政府就一直追税 追到现在我必须要缴7000万的税 为了告诉我已经缴了4000多万 我几乎对这个政府输去信心 国税局他突然给我来了一个 总共架起来是1000多万的税单 我为了这个案子 我连续六个月都没有办法睡觉 好几次都想从我住的酒楼跳下去 当时的财政部次长张胜和 跟他澄清 他说我如果不罚你 你会跟那些继承人勾窜 我继承人都跑光了 我会勾窜什么 而且这个案子是你们国税局申请法院指定的人 我会跟他勾窜 我等于帮你们解决问题 你还反咬我一口 这什么心态 这个我认为他讲出他心里的话 他就是把人民当贼 我婆婆的名字叫林王月 当时我婆婆看到这张税单的时候 吓了一跳 因为我公公婆婆 他们都是非常老实的人 也是很守法的 该缴的税都缴了 就把他退回去了 可是隔一年的时候 这张税单又来了 我婆婆是女生 那个林王月是男生 现在连性别 然后住职 还有身份证全部都改了 改成我婆婆的 就是硬把这张税单 硬凹就是她的 可是每一年都是像候鸟一样 又继续来报到 结果到85年的时候我婆婆走了 可是90年所以接到法院的强制执行 真的是吓到了 我觉得说家里受到这么多年的折磨 然后这些违法官员他是逍遥法外 这些不认错 然后一错再错的这些官员 一定要受到严重的处罰 公司呢就因为要我的技术 所以就给我的技术股 也经过了经济部的核准 一年半以后 国税局回函给我了 说对不起 这个不是技术股 这叫薪资所得 他们要求我补缴400多万的税 我复查也去申请 行政诉讼 行政法院我也去打 那当然结果都是被驳回 都是我输 他就把我银行所有的钱就先收走 然后寄份通知给我 然后也限制我出境 我不能出国 我的前妻就不太谅解 所以我们就离婚了 那当然小孩子也就一直在美国 我就是因为一万八的两张交通违规罚款 没有缴 今年3月30那个书记官说要来我家点交房子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原来我房子已经被拍卖掉了 就在我浑南都不知道的时候突然接到这个二号 我在105年的时候我就收到国税局的通知说要我缴奢侈税 我们夫妻两名下只有这一间房子 而且户籍也在他规定的期限签进去 那为什么要缴奢侈税呢 那后来几经跟这个国税局了解之后 他用了各种法条解释 你就是要缴这个奢侈税500多万 如果不缴的话再加济罚金总共将近1000万 是因为他没赚钱 他到了大陆工作之后 国税局才克税 所以我们赚了4亿多克了我们5000多万的税 结果我老公被限制出境卡在国外 我当时小朋友一个1岁一个3岁 现在小朋友已经10岁了 已经7年了 我先生已经错过了7年在台湾陪我们的时间 就因为国税局乌龙的税单 而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乌龙税单 可是却不愿意更改 基督基督科学的时候他很简单 我最大 税单开出来了以后 那人民说这不是我啊 不是我的税啊 这个税这个单有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 好啊那你举证啊 你有本事你举证 没本事你就搅 我买卖不成立 结果国税局把之前的税全部 加在我身上 我一路上就这样子没有人生 我诉求无门 我得了犹豫症线 被人又得了癌症他们还给我睡胆了我 想睡我已经没有钱了 一百多万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大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我二三十年我都没有工作 我一直生病为了这个税他们就拿了一把刀架在我脖子 你叫我要怎么活下去 我在死亡边缘 国家还不放过我救救我 我二十几年我已经撑不住了 国家还要跟我要钱说命啊 我要人民给我公道 每一个花名专利都要花了三四十万才能够拿下来 十年来就申请了有1600张专利 领导人说要奖励我 可以拿专利可以专利坐驾当你的股本 我傻乎的就拿了一张专利 然后去坐驾了 本来我公司五千万 然后我现在呢坐驾了变成三亿 结果呢到年底 我马上要缴税要缴一亿五千万的税 我说我连卖股票都没卖 但是我就被磕税了 但是很不公平 我说那我股票原理啊 他也不愿意 他认为我的股票没有价值 把我的所有的财产 房地产 所有的银行存款 全部查封 全部拍卖 所以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你税务人员已经知道自己错误 你就要自己去纠正啊 你怎么会就跟老百姓讲说 你这条例子告我啊 好像就说我就咬你嘛 我就欺负你嘛 你怎么样 我要求国税机长 立即来一个礼拜 要退还我这个冤枉的税金 一百多万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欠税那房子就被封了 我的行事判决不影响到 他这个追税的动作 所以先支持税机长 就是说我所有的领头都追了 变成所有的存折 大概都是礼仪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执行署为了讨债 把法律踩在脚下 不给人活路 连死人安住的坟墓也不放过 台湾一年新增的欠税欠费 带强制执行案件 高达1431万件 没有人去问一个正常国家 怎会有如此高的欠税欠费 而认为欠税欠费罪该万死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众所周知 国税局与行政执行署 每年持续编列上亿没有法源依据的 績效奖金 让人质疑是这些奖金 造成他们宛如 杀红眼的二少 屡屡做出违背国家法律 与人情的行为 这种惊人的记录 已经受到国际人权学者关注 直批台湾国税局塔利班 行政执行署塔利班 当我们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夸张规定 持之以鼻的同时 是否也要想想 向实则讨债的行为 是否也让人不寒而栗 Bitter Winter is a magazine devoted to religious liberty and human rights We became well known internationally for our coverage of mainland China with exclusive news, videos and photos for instance, the section on China of the yearly repor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n religious liberty released this month ment mentioned Bitter Winter 85 times I am sure that some of our readers wonder why we publish soft about a case where after all no blood was spilled and nobody died while the world is full of people killed because of their fate the world day commemorat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uddhas of Bamiyan suggest the answer no human being was killed when the Buddhas were destroyed by history, tradition, memory and respectful diversity were all killed on that tragic day in Taiwan we at Bitter Winter saw at work Taliban of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or Taliban of the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gency they also expressed their intolerance by attacking a visual symbol of freedom and diversity land they confiscated that was intended for a Tai Chi men's self-contivational center our extensive coverage of a tax incident may seem unprecedented but in fact it is a 25 year long persecution of a peaceful spiritual movement and the massive discriminatory use of taxes as a tool of discrimination that is unprecedented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such as Taiwan the Tai Chi men case is internationally exemplary and important and yes we plan to continue our campaign about it our voice will not be silenced until the voice of justice will speak and solve the case 台湾人民长期追求法制与人权 但执政者不仅对于人民的税改警院沉默已对 去年立法院还删毒通过税捐基增法第28条 因政府机关错误导致一缴的税款案件 申请退税期间由无期限修正为15年 引发各界患然 连陈长文大律师都跳出来踏伐 显示台湾赋税人权不仅没有进步 还倒退路 有一个很知名的冤案 被学者称为台湾法税228的太极门甲案 遭遇信仰自由的人权迫害长达迈入26年 已有上百篇相关国际论文在世界各地刊登 台湾政府却仍然置之不理 近日更有25位国际专家 连署写信给蔡英文总统 关切太极门税务冤案 指出这案件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被恶意栽赃的假案 此案显然有损台湾得之不义的声誉 我们请你和那些随着我们 在 Zoom或YouTube 来这里 为一个很重要的 人权案 现在已经有几年了,我已经说了在各种方法,包括在专业的 避免和在专业的关键上,在专业的关键上,在专业的关键上, 我一直在害怕,可能会发生一些失识,因为我完全明白 这会是一个很简单的台湾的法律,所以我们把它拿来到台湾的法律,他们应该解决它。 但这是一个完全的理解。 这是一个完全的理解。 我们说,它是两个人的理解。 首先,它是一个人的理解,因为第一个人的理解是自由的 religion, 和信心。 这些案子开始在1996,当时有了一个大选择的法律和信心, 在台湾的状态中的状态中,在台湾的状态中。 在这些年代的状态出现这些根本的状态的法律, 是自由的法律和信心。 而在这个日子一直在这些日子的状态是自由的法律和信心。 如 Willi Fauteray说,它是一个状态的法律,因为它是一个状态的公共的状态。 因为国家的医院都在认为它是一个状态的法律。 它是一个状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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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中国的状态中,在它的状态中的状态中, 它是一个状态。 在台湾的状态中,他们很重视。 在台湾并迁连着一个状态中, 的状态中,在台湾上的乎有很多人的状态, 但他们说,台湾有很多这样的状态。 而是在地下的避免的罪名, 它必須解決。 而是在地下的避免 它是一條避免的一些法律 。 是在地下的避免 它是一條避免的法律 。 是是一條避免的法律 嗎?是一條避免的法律。 但這是不是一個很方便的問題, 是不是一個很方便的問號。 因为如果是一个约别的判断,这就是一个问题解决于台湾的判断。 为什么会来到WASHINGTON,D.C.和谈讨这个判断? 答案是因为它不是主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约别的判断, 是一个约别的判断。 认为是一种认为这个判断的判断, 是一个认为这个法和之旅的判断, 是一个判断的制裁。 是要认为这个法律和判断的判断, 在台湾的反应中,在台湾的反应。 我继续与一些与其他人的反应。 我认为是在Italy,我们有这个表现的调节, 两个人都尝试着一样,但他们不可以有调节。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在一旦的台阶面疯狂, 很多台湾学生, 从一类学校的一学, 没有疯狂, 但他们写了这些事。 大致有很多大量的教育和法律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 所在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 所在的台湾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 他們都說,看,這是一個問題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 和這是一個問題的自由和法律的自由 另一邊有台灣人的自由 所以,在 1992, 努力下的一切, 通常的法院, 判断了,所以, 有不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这就是它是 因为 它是一种意义的设计, 当您的状态规则 决定, 这些状态规则 , 它是否有任何状态规则 。 如果有任何批判的控制, 这些状态规则 必须有任何人 警察的状态规则 , 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的时刻,在台湾需要最大的支撑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的时刻,在台湾需要最大的支撑 但一旦是最大的支撑是台湾的家庭 以制止不様的族的避免 而解决了此的避免 永久的避免 而解决了一些避免的避免 今天,最大的避免 是一件最大的避免的势 是太郁面的避免 不是因为我们对台湾的反应,而是因为我们对台湾友友友, 我们想保护台湾在一刻需要的需要时, 我们向台湾问,请解决这个问题, 在一个重要的历史的时刻, 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你的坏的过程, 走在民主的路上, 解决台湾的事件。 政府唯一存在的缘由并非在统治人民, 而是在增进人民生命权、自由权、 及财产权等基本人权的保障, 赋税人权攸关人民生活与经济盛聚, 但却被追税讨在这件事重伤, 如果不加以修正, 恐将步步走向威权, 被民主的潮流与盟友所抛弃。 在此呼吁政府防疫不破口, 人权更不能破口, 保障人民信仰自由, 让台湾向前走。 最后我们一起来助导, 人人平安度过疫情, 所有的冤案都可以平反, 得到应有的公平正义。 我们一起来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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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自己的冤案。 我们一起来助导, 我们一起来助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